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躺着睡的 也有挂在树上睡的 正因为它们每天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睡觉 因此人们对大熊猫的印象总是懒懒的 那么大熊猫是真的很懒吗 其实大熊猫在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缸食肉母动物 它们具有典型的食肉动物特有的消化系统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大熊猫是吃竹子的 而它们与许多食草动物相比 既没有大容量的胃与盲肠 来提供消化发酵的空间 同时也缺乏消化纤维素的酶 以至于对高纤维素 低营养和低能量的竹子的消化利用率 不足17% 不仅如此 大熊猫的肠道因为直且短 所以吃进去的食物仅在消化道内停留8-9个小时后 就会被排除了 吸收的营养少了 还得维持庞大的身体需要 所以大熊猫们就练就了一种本领 那就是吃 通过大量的采食和食物快速地消化 从食物中最大限度地获取营养和能量 因为大熊猫对竹子的消化利用率很低 为了有效地节约能量消耗 所以大熊猫吃完之后就会开始休息睡觉 而它们每天用于休息的时间差不多占了一半 所以平时我们看到大熊猫经常都在睡觉 并不是因为它们懒哦 而是为了有效地节约能量呢 这也是它们的一种生活策略呢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大熊猫非常聪明呢 是不是对它们又有了新的认识了呢 还有 Boone 大家好 очень 有趣的 我 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